综合媒体报道 去年10月香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引用紧急法订定禁谋面法 11月被香港高等法院宣判禁谋面法违宪无效 港府不服上诉 上诉庭今天展开了听证的程序 代表政府一方的于若海资深大律师 陈词时指出 香港行政长官有权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 并公布法律 一有权决定政府政策跟发行行政命令 紧急法自1922年订定以来 早就在香港在97回归之前 已经实行并且被引用了好几次 除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 跟基本法抵触的法律之外 应该继续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来保持法律上的延续性 他认为港府有权保护公众免受伤害 也应该阻止示威者以蒙面的方式 为色欲为的时报 不过对此 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坑批评 禁谋面法对于解决争议毫无作用 而且适逢武汉不明肺炎疫情危机 可能会蔓延到香港 人人都争相买口罩戴口罩之时 质疑港府为何仍然提出上诉 他认为港府应该要撤回上诉 不应该以错再错 深化社会的矛盾 致视您的健康与不理 不过于若海表示 如果港人担心健康 而戴上一般外科医疗的口罩 属于计谋面法下的合理辩解 可以不被视为犯法 他强调外科口罩跟示威活动当中 黑衣人所佩戴的面罩大为不同 后者遮盖了全脸 目的是要防止吸入催泪烟等防暴用品 而佩戴这些面罩的人士 倾向于参与暴力的活动 来跟警方冲突 于若海也指出 法庭在考虑其所施加的限制 是否合乎比例时 应该要考虑现实社会情况人未改善 他说截至昨晚 将军奥区仍有蒙面人士 涉嫌违法的情况 如果因为示威者蒙面 令催泪气体或者是胡椒喷雾 驱散人群的能力下降 必然的结果就是会令暴力升级 中央社宣布 中国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官网宣布 中国将全面开放油气勘查开采市场 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或者是民营企业 进入油气探勘开发领域 根据官网的自然资源部 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件的意见 针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跟矿业权出让的制度改革 将开放中国的油气勘查开采市场 只要企业在中国境内注册 而且是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亿元的外资 或者是民营企业 符合条件者均有资格按规定取得油气的矿业权 意见提到 外资或者是民营企业在从事开采时 应该要符合安全环保等资格的要求跟规定 并需具备相应的油气勘查开采技术 自然资源部矿业权管理司司长 姚华军送访时表示 这一次的开放包括了采矿权跟碳矿权 在内的油气勘查市场准入 改变了过去由国有企业专营的局面 期望藉由各类资本的参与 多管道的筹集勘查开放资金 激发市场的活力 形成以中国国家石油公司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市场体系 这份意见在去年12月31号拟定 并在今天公告出来 意见指出 相关的政策将自2020年5月1号起实施 效期为三年 其实中国近期为生化油气体制改革 确实做了许多动作 去年12月中时电子报就指出 被视为中国新巨无霸及企业的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公司成立 当时新华社表示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 高级经济师刘满平认为 现有机制制约了其他主体进行管网投资 导致的管网建设存在于短板 而由于不同的管线 由不同的企业投资建设 建成之后的管网基本互相独立运营 导致管网之间互联互通的程度较低 而在新制度之下将实现管输跟生产销售分开 以及向第三方厂商公平开放 有力促进市场竞争 并促进管网全国一张网 统筹营运油气干线管网 有力减少重复投资跟资源的浪费 综合媒体报道 来自中国湖南 号称中国第一位公民记者的 39岁青年周树光 2018年跟台籍妻子结婚之后 移民到花莲 并在去年取得身份证 今天他带着煤油火柴在花莲火车站前焚烧中国护照 表达对于中国企图要影响台湾选举的抗议 同时也呼吁台湾人珍惜自由民主 记得要投票 报道指出周树光源及中国湖南省宁乡县 一亲宜居台湾取得身份证跟中华民国护照之后 如今拥有两本护照 今天他表示因为痛恨中共的独裁 早就已经放弃回到中国 所以决定要烧掉中国的护照 周树光坦言 自己的身份尴尬 不知道现在算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但是他在2017年就已经跟父母到了永别 不会再回到中国大陆 他的父亲是一位退休工人 母亲没有工作 对于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 当时父母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但周树光表示 他曾经做过许多敏感新闻的报导 以为网络的兴起会让中国人民逐渐被启蒙 逐渐拥有民主跟自由 但近年来却变得更糟 很多学者、律师等知识分子不是被消失 就是离开中国 周树光表示 自己没有高学历 但仍然要站出来推广理念 最重要的是阻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 特别是要阻止共产主义渗透台湾 所以他说 这本护照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 今天少调只是废物利用而已 报导也提到 周树光拿到身份证之后 已经参加过县市长的投票 今年更是首度参与台湾民选总统 他说非常的珍惜台湾的民主跟自由 呼吁台湾人民要好好的珍惜 现场围观民众对于他烧护照的行为 大多感到敬佩 对于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人民声音也感到好奇 民众孔小姐表示 难得看到来自中国那边的民意 因为以前不太知道在台湾的中国人他们的想法 邱先生也说 做到烧护照这样子 一定是对他们的证据感到相当的不满 对此周树光表示 烧掉中国护照这个行为艺术 并不代表他多么的勇敢 只是代表他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希望人们都能够享有自由 民主 人权保护 旅行 投票的权利 由于在火车站前焚烧恐怕涉及公共安全 警方现场派人搜证戒户并没有制止 据了解周树光网明佐拉是网路工程师 经营部落格 2007年他报导重庆最牛丁子户引起网友跟媒体的关注 之后屡次在敏感事件当中挑战中国政府的新闻审查 被德国媒体欲为是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号宣布 众议院将就一项决议进行表决 来宣示总统川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议案提出除非经国会表决批准 否则30天行政当局对于伊朗的军事敌对行动将会自动停止 美国之音报导在他做出这一项宣布的稍早时候 行政当局官员向国会议员做出了秘密汇报 解释伊朗的局势 包括美军用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机场 打死了伊朗圣城军首领苏莱曼尼将军的行动 但是民主党议员对于行政当局的说法并不满意 佩洛西指出除掉苏莱曼尼的军事行动具有挑衅性 而且不成比例 佩洛西说这项决议8号晚间将交给规则委员会来审议 并在9号提交全院 他还说众议院可能还会考虑其他的法案 包括废除2002年伊拉克使用军事授权法 以及禁止向未经国会批准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 佩洛西强调行政当局必须要跟国会共事 推动一项立即有效缓解紧张局势的战略 来防止进一步的暴力 他说美国跟世界都承受不起战争 根据报导这项决议很有可能会在民主党战大多数的众议院轻松过关 但是在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却不一定能够如此顺利 综合媒体报导去年底美国众议院通过总统川普的弹劾案 现在本应将案件交给参议院 但由于参议院大多是川普所属的共和党 因此弹劾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机会不高 为此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目前将案件压下 要求先跟参议院协调免得徒劳无功 不过佩洛西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支持 不只共和党籍的参议院院长麦康诺已经表示 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就连民主党人也不力挺 民主党参议员范士丹表示 一直僵持下去是没有意义的 拖得越久重要性就越低 若是觉得弹劾川普很重要那就赶快送件 如果觉得不重要那就别送了吧 民主党参议员康斯跟曼清也说 尊重佩洛西对于审判公平性的担忧 但是时候让程序继续进行下去了 根据了解佩洛西迟迟没有交付案件 是为了施压共和党人制定公平审判的规则 去年拒绝参与众议院弹劾听证的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前高级幕僚的波敦表示 他愿意在即将举行的联邦参议院 弹劾川普的审判当中作证 路透社认为他或许可以提供有关川普 试图胁迫乌克兰调查阵敌 前副总统拜登的新证据 不过麦康奈宣布 共和党议员已经准备好通过川普的弹劾审办规定 但对于民主党参议员希望他能够保证 可以传唤证人 他强调会在审判开始之后 再决定是否要传唤证人 美意局势将会如何走向 苹果日报引述CNN指出 川普表示空袭刺杀苏莱曼尼的行动 无助于重振美国威责的作用 但伊朗还击粉碎了川普的说辞 伊朗的导弹袭击代表伊朗跟美国罕见 而且互相直接开火 伊朗的报复加快了局势的升级 不过美国并未如外界所料及时报复 因为川普并不想违反人民的意愿 卷入另一场无休止无目标的中东战争 此外美国传统盟国反对川普对于伊朗的强硬政策 如果开战的话 美军或许就要孤军作战 令川普自作自受 被窄入史册成为开战的总统 报导指出川普已为大规模报复设下标准 不过美伊两国经过数天来的互相挑衅 可能认为已经维护了自己的名誉 愿意从即将失控的对峙前线退后一步 而且川普认为在海外驻军浪费金钱 希望美军在各地撤军 他向死中的支持者承诺 他跟前任总统不同 不会跟外国打仗纠缠 报导还指出 川普似乎对伊朗导弹袭击中 没有美国人丧生感到松了一口气 这为川普提供了避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袭击报复的空间 但是这并不代表紧张局势得以平息 伊朗寻求将美军逐出该区 华府也可能在政治、经济跟外交方面向德黑兰加倍施压 香港经济日报也引述外媒报导认为 虽然伊朗多次扬言报复 令美国高度的戒备 但伊朗目前将战场局限在伊拉克 反映了其报复只属于象征事的缓击 不欲进一步升级两国的军事冲突 由于伊朗的军力跟美国仍有相当的距离 极有可能在地区军事冲突当中落败 伊朗刻意在高度戒备的美军伊拉克基地发射导弹 属于象征事的缓击美国 避免造成美军的伤亡的同时 还可以向外界宣称 已经就苏莱曼尼之死来报复美国 美国今年将举行总统大选 美伊开战势必会危及川普的连任计划 川普自然不想美伊局势升级 但击杀苏莱曼尼却是覆水难受之事 伊朗象征事的缓击为两国留了下台阶 伊朗这一次的空袭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亡 美国如果退后一步不做缓击 两国开战的机会将会大大的降低 英国哈利王子跟妻子梅根今天抛出震撼弹 宣布两人将从皇室的高级成员退到幕后 BBC报道两人公布声明之前 并没有征询任何皇室成员的意见 包括女王跟威廉王子在内 白金汉宫对此感到失望 哈利跟梅根在官方的IG公布声明指出 经过几个月的反思跟内部的讨论 我们在今年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要在现有的制度下 开创出更有发展性的新角色 我们想要从皇室的高级成员引退 并努力在工作取得财务的独立 但同时会依旧全力支持女王 声明还表示 未来两人将会在英国跟北美之间来回 继续履行对女王跟英国的义务 但同时也可以为家人提供新的空间 接下来会在对外公布成立新的慈善机构的细节 BBC报道 先前梅根就曾经透露 适应皇室成员的生活是一件艰辛的事情 BBC皇室记者戴梦德表示 决定退居幕后这个决定 代表哈利跟梅根对于皇室里面 绝大部分的生活 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哈利自己也曾经说过 自己讨厌美光灯 他认为自己在美光灯中失去了母亲 而现在还要再看着妻子成为同样的牺牲品 他不愿意再看到自己所爱的人被商品化 不过BBC指出 两人的声明并没有事先跟皇室成员讨论过 一名皇室的发言人透露 有关哈利跟梅根隐退的讨论 仍在早期的阶段 但女王跟其他的皇室成员 对此感到相当的失望跟受伤 戴梦德认为 皇室官员使用了失望 这个字眼是颇为强烈的用法 这代表了今晚王宫内部真正的感受 或许不在事件本身 而是在事件处理的方式 没有事前的征询让人很难受 事实上 哈利跟梅根在去年圣诞节期间 带着儿子雅气留在加拿大 一家三口共度六个星期的假期 而没有跟皇室成员团聚 当时就曾经引起许多的揣测 虽然许多人将哈利的作为怪罪到梅根身上 但BBC引述时事评论员认为 早在梅根出现之前 哈利就明确地表示过 他对皇位没有兴趣 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头衔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 宋永逸主编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 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 70周年的历史回顾一书 近日由台湾和香港联合出版 该书通过40多位专家的专题论文 以超过1000页和近百万字的篇幅 从横向与纵向剖析中共 70年前的所谓土地改革政策 对中国延续至今的伤害 美国之音报导 根据宋永逸的说明 中共的土改分为三段 早在30年代 中共就做了类似的事情 不过那时叫土地革命 而土地革命以失败告终 因为中共被民国政府军队 从瑞金赶走而被迫进行长征 1945年国共两党开战 中共不搞减租减席 但实际上到49年之间 并未停止土地改革 1949年中共掌权后 一部分解放区土地改革 或者已经完成 或者还在进行当中 中共4950年开始颁布 土地改革法 所谓的土改70年 正式概念是从1949年开始算 甚至更具体的说 中共全面土改 是在50年到54年之间 至于为什么说土改是谎言呢 宋永逸表示 中共一开始说 要把土地给农民 说农民占有土地将是长久的 这就是所谓的新民族主义 但是到了1950年年底 中共开始在会上说 要办合作社 要办互助组 要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收回来 宋永逸分析 在理论基础方面 土地改革法说 整个中国土地 70%到80%被地主赋农占据 这是要搞土改最主要的论据 而今天中国学者收集到大量证据 证明这个比例并非事实 民国政府当年的调查 和今天研究人员做的调查都显示 其实地主只占有30%的土地 但是中共如果承认这点的话 便无法继续进行土改 其次在土改的执行上 土改法明确规定 不准使用暴力手段 要给地主保存一部分房屋 家具和用品 但实际执行则完全是另一套 叶剑英在广东进行土改 被毛撤了职 因为他搞的是和平土改 不符合毛药的暴力土改的意图 叶剑英被调回北京 土改官员芳芳也被撤职 逃住被派往广东继续土改 三个月之后自杀的地主便多达数万 最后土改的结果也是谎言 以广东为例 土改之前贴出的告示说 土地分下去之后将永久属于农民 但事实上这些土地马上便被收回 宋永毅引述去年刚刚逝世的人大教授 高王林曾经说过的话 指出中共土改不是为了改朝换代 而是为了改天换地 中共这么做的目的并非土地 所以走的第一步就是划分阶级 就是为连接不断的搞阶级斗争而制造的借口 这个部分也在书中的导论提到 宋永毅说 从三个方面来看 土改实际上被用作中共统治的工具 第一 土改为搞阶级斗争奠定理论基础 中共从此得以对人民化阶级和成分 第二 土改开启了暴力革命 利用群众法外杀人的先例 第三 土改开动了政府直接对人民群众私人财产 进行掠夺的国家机制 一直到今天 中国农村依旧没有出现发展的突破 宋永毅举例说 猪肉仍然要进口 原因就在于土地不属于私人 土地属于国家 政府大收红利 得以不停贩卖土地 以达到不断牟利的目的 这就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 现在依然解决不了自己吃猪肉的问题 这样的后果就是土地改革留下的 另外 宋永毅直指 土改是中共阶级斗争的源头 也是组织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源头 如果不反思土改 就很难解释 为什么毛时代那套阻碍发展的思维 至今还能够在中国有市场 也很难了解 那套思维对中国的危害在哪里 宋永毅认为 中共这么执行土改 当然有经济上的考虑 当局只要把地主手里的土地一下全部收回 同时把地主家的经营财宝也掠夺一空 没有全部分给农民 而是绝大部分都装入了中央政府的口袋 根据宋永毅的计算 超家收获的经营美超 赚了1966年 GDP的20%到25% 而且是现今 也正因此文革便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当然更重要的 中共这么做是为了巩固政权 建立自己的长久专政 所以土改是一个政治行动 政治运动 这样一来往前看去 只要独裁专制不改变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不可能改变的 尤其从目前习近平走在回头路上的架势来看 更是如此 美国总统川普8日对伊朗以导弹攻击美军基地的事情做出回应 但是他并没有特别威胁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还击 目前中东的局势暂缓 不过根据美国之音 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并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半年多来的高度紧张关系会就此解除 伊朗依旧会采取行动 以极限抵制的方式来对抗美国的极限施压 而在这样的对抗当中 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是伊朗可以信赖的朋友 报道指出 川普在讲话中誓言绝对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 华盛顿美国中东研究所的中东安全问题专家维坦卡 受访的时候表示 川普总统的讲话以及伊朗在打击驻伊拉克的美军目标前 给予提前警告的做法 都只是显示双方其实并不愿意走向战争 但是两国高度紧张的关系还是会继续下去 因为除非有解决核将军的协议 否则伊朗人应该忘不了他们所承受的极限压力 维坦卡表示 2019年5月德黑狼当局正式停止旅行2015年 伊朗核协定的部分义务 并在波斯湾袭击邮轮 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设施 击弱美军无人机等 伊朗希望透过这样的行为为自己创造制衡美国的能力 而从某个程度意义上来说 美国最后决定击杀伊朗胜成军领导人苏雷曼尼 是对美国极限施压后 还是无法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感到沮丧的行动 而尽管中国和俄罗斯都对美国击杀苏雷曼尼一事做出批评 但是维坦卡认为 在伊朗抵抗美国的过程当中 伊朗人知道自己并不能依靠中国也不能依靠俄罗斯 只能依靠自己和自己在中东建立的代理人网络 因为伊朗明白中国只是在利用目前的情势 并没有意要把美国赶出中东 中国只是在一边看着 等等看是否能以折扣架获得石油 而尽管伊朗和中俄的关系紧密 不久前还举行联合军演 但是伊朗人知道没有人会来帮助他们 就算中国跟伊朗近年来关系密切 中国从伊朗购买石油 伊朗也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国家 中国也投入当地的贸易和基础建设设施 但是专家认为 中国能为伊朗所做的确实有限 因为中国不可能对美国发动战争来捍卫伊朗 中国不会成为伊朗的威慑力量 中国也不会为任何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他们只会继续跟伊朗做生意 并且利用外交平台试图劝说美国保持克制和放松 中国在中东还是新手 中国不愿意在中东选边站 但是中东的问题就在于任何国家一旦介入中东 就必须选边站 目前中国和中东几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 包含伊朗和伊朗的对手沙乌利阿拉伯 而中国之所以可以维持这样的关系 是因为这些国家知道 中国在他们之间并没有选择支援谁 维坦卡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机箱显示 中国希望取代美国在中东的地位 中国目前也无力挑战美国在中东的主导位置 而在美国之音另一篇报导里面 独立时事评论人小明谈到 中国这次很没有面子 伊朗挨打 但是中国并没有犯法为伊朗做任何事情 不过北京当局的态度却非常微妙 因为其中有重大利益 中国一直在暗地里怂恿伊朗挑战美国 但却不想要过深地卷入伊朗和美国的对立 毕竟伊朗和美国能够给中国带来的本质上 是有所差别的 伊朗能够给中国的五飞就是石油 但是跟美国对立 中国的损失太大了 绝不可能公开卷入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冲突 而现在这样子的局面也暴露出 习近平对伊朗和美国冲突的事态估计明显不足 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中国可能只是希望伊朗来牵制美国 而对于中国来说 最怕的就是双方摊牌 一旦摊牌那无论中国做什么选择 是否要站在伊朗的一边 或是站在美国那一边 都面临极大的风险 因此中国最大的限制维持不战不合 这是对中国最好的局面 报导指出 现在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比往年更大 如果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 单单人员进口就会让中国承受极大的损失 中国每年石油进口量占中国外汇花销的大幅比例 如果能源价格涨一倍的话 中国能否承受得住都是个大问题 中国既要进口粮食又要进口石油 中国的外汇能不能顶得住都是问题 中国绝对不希望美国和伊朗真正开战 而相对的伊朗也不具备和美国对决的实力 伊朗也绝对不想发生战争 伊朗和美国发生战争的话 不会发生其他后果 最可能的后果就是伊朗政权结束 而在这场战争上 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在主导战争的规模 美国想打多大战争就多大 伊朗也已经表态没有战争的意图 只是要为苏雷曼尼报仇 伊朗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了应付国内的民族情绪 美国的意图也很清楚 抑制伊朗的地区霸权对其适当打击即可 美国的主要精力依旧可以用来反放中国 美国只要花费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让伊朗崩溃 同时也会给中国政权带来几大损失 因为中国无法保护其在伊朗的利益 美国如果能对伊朗和朝鲜采取适当行动的话 会对中国有很大的牵制 因为中国在这些地方的利益都无法自拔 民进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 民进新闻台 订阅民进新闻台 按赞坎方订阅高分配 红红必须